美国职棒大联盟MLB终于在台湾时间今天上午开打 也成为史上最晚开打的大联盟赛季 MLB原定3月26号开打 但因为新冠疫情而延后了4个月 美队将只打60场例行赛 而且不开放观众进场 由于疫情仍然相当严峻 大联盟也定出新的规则 严防群聚跟病毒的传播 开赛前有些球员选择不出赛 还有些球员确诊 今年的MLB可说是情势严峻 白宫防疫大将佛契投出一个大爆头 球完全没进本类板 比起台湾南韩和日本职棒 美国职棒今年赛季 整整迟了4个月才开赛 开幕战由去年世界大赛冠军国民队跟杨基交手 中场杨基以4比1击败国民 配合防疫MLB定出一些新规则 观众席空荡荡 有些球队提供服务 让球迷上传照片做成人形看板 放在球场内 有的售价近万元台币 成了球团的另类商机 川普和杨基名人堂终结者李维拉一组 还有小球员们一起在白宫外草皮上练船接球 似乎向外界宣告民众的生活正逐渐恢复正常 川普预告他将于8月15号 在杨基主场对决红袜时开球 直棒直篮陆续开打 但多数民众最关心的恐怕还是疫情核实降温 刘勇伪编词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